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带小孩来挑玩具 从美国的漫威到日本的宝可梦 生产工厂大部分都在中国 上游面临停工 即管复工后也有着货运困难的问题 一只中国制的玩具呈现锻炼危机 其中最缺货的玩具统计前三名 第一缺的是小男生最爱的战斗陀螺 再来是大人也能玩的乐高 第三名是游戏机 不可能不改店 我还是得卖啊 所以现在说现在小朋友还没有开学吗 可是现在小朋友出来的也不多了 对 可是你就算你出来要在那边找 现在电视卡通的商品 有时候买不到 就是因为它是大陆的产品 缺货没东西卖 加上疫情严重 家长不带小孩出门 其他玩具也卖不好 通路业者从过年到二月底 业绩已经掉了两成 根据统计光台湾内销有七到八成的玩具 是中国制 如今工厂停工 进口商更是较苦连天 所有的都受影响 出口外销也是有受影响 因为出口外销它国外买家 催货也没有用 因为整个供应链都乱掉了 即便说工厂在台湾 也许它有一些零组件是从大陆来的 也会受影响 武汉肺炎疫情延烧 民众不止面临防疫难题 时宜住行娱乐 受影响的范围已经越来越深 参确使这种方向太不到 在这里